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حمد لله وصلاة السلام على رسول الله وصلنا إلى الأصل الأول من الأصل الثلاثة من ربك 听博子横子的安拉之尊名 我们上节课学已经学习了 谁是你的主 ولابد نتعلم الاجاب على هذا السؤال 我们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主必须要被崇拜 崇拜的行为应当对安拉 谁如果把崇拜安拉的行为 对安拉以外者做了 那就是 我们讲解不同的崇拜的功修 不同的崇拜的功修 也就是崇拜的功修 有很多种类 其中包括 祈祷 祈祷 有分为 比如像 礼拜这样的祈祷 还有像 口舌 嘴上 说的祈祷 这个祈祷 就像有些人要祈祷自己生活的行为 生活上的事项 学习等等 以及祈祷后事乐园 如果一个人说 安拉你疏尔我了 这是口舌障的祈祷 这个祈祷 也就是我们的祈祷 是崇拜安拉公修的一项行为 祈祷这项公修 分为两个方面 如果把祈祷 向安拉以外者做了 那就是举办 谁如果礼拜 或者风斋 或者朝锦 为安拉以外者去做了 祈祷分为两项 两个部分 如果把祈祷 向安拉以外者做了 那么就是大的举办 因为你所祈祷的事情 是只有安拉才能做到的 祈祷有自己的孩子 祈祷天上下雨 这些事情 都是安拉才能做到的 第二项 就是如果一个人祈祷 向一个人 请求一项事情 是他所能做到的事情 像别人去请求 帮助自己做 一个他力所能及的事情 比如我向你请求 把杯子拿过来 那是正确的 但是有四个条件 就是被要求的人 他是活着的人 不是死着的人 如果向死人去祈祷 那么是大的举办 第二项 这个被要求的人 他是存在在你眼前的 能够听到你的要求的 比如一个人在中国 他向一个印度人 去要求 第三个方面 被要求的人 他是有能力做到的 而不是无能为力的 一个人他没有行动的能力 你让他把杯子拿过来 那是不可以的 再有你要知道 被要求的人 他只是一个 也就是你获得的原因 而真正的赐予者 是安拉乎他的 任何别人 他是不会对你受益的 如果你认为 这个被造物 使你受益 使你受伤 那就是一种 我们再讲一遍 祈祷分成两个方面 这个崇拜的祈祷 以及这个普通 这个要求的祈祷 如果向阿拉以外者 祈祷 那么就是一种 大的举办 寻求 这个 寻求的这种祈祷 也分成两个方面 有一方面是 你祈祷的是 只有阿拉 才能给你解决的事情 还有一种就是 你向阿拉以外者 请求一些事情 有四个条件 被寻求者 应该是活着的人 是能够听到你存在的 以及有能力的 以及你要知道 他只是一个原因 并不是 例如 例如 祈祷 还有 祈祷 就是一种 这个 向阿拉祈祷 是向阿拉祈求 援助 如果我们向一个 普通人的要求 帮助 比如 那个 普通的 请求 比如把一个桌子 给我拉过来 正确吗 这种 向普通人的 寻求 要求 需要 有四个 条件 如果一个人在海中 遇到海难了 他向一个岸上人说 他向岸上人说 你拯救我吧 这个正确吗 如果是正确 要符合四个条件 一个人如果 想要进入一个大学 需要一个 这个 导师的 老师的帮助 那么 也是需要 这四项 四个条件 就是我们 讲的刚才 这四个条件 必须要 如果 这四个条件 都吻合了 那么我们 普通的寻求 就是正确的 我们学习了 这个 祈祷的 这个分类 我们这个 仆人的行为 这个离不开 祈祷 安拉之旨 至之 安拉之旨